小喬 詞曲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尋 多少次的扣我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你眼神歪迹又无尽 日久他想进故乡 留下你可记得 徒弟的方向 那你可知道 二年你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情 是一朵雨一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首描写贺哲人美好生活的乌租里传歌 唱遍了中国大江南北 唱出了贺哲人对民族文化的自豪 和对家乡生活的热爱 在黑龙江南岸的街金山脚下 有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小村庄 这个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村落 是贺哲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街金口贺哲渔业村 一百多座贺哲特色的民居 依山傍水而建 五百多位贺哲族人 生活在这个仿佛是童话世界的村庄里 贺哲一词来自满语 是东方或江水下游的意思 自古以来 贺哲族的祖先就生活在黑龙江 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 世代以渔烈为生 在这片与自然相依存的世界里 爬山卧雪 逐水而居的渔烈生活 造就了贺哲人自强不息 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居无定所的贺哲人 才建起了自己的村庄 由于贺哲族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 八百多年来 贺哲祖先的故事 留在了口耳相传的伊玛堪里 传统的说唱形式 记录着贺哲人的创世传说 祖先教诲和生存本领 其中最扣人心弦的 就是英雄的故事 我派你给给 帮我炮的皮子和家 英雄或者坚强勇敢的人 在贺哲鱼里面就叫木耳根 不管什么事情 遇见什么艰难的困苦的时候 他能都有这个木耳根挺身而出 谁家有个病了有个灾了 他能解救这样的人 或者是能跟其他外国能斗争的这种这个人 勇敢人 就叫木耳根 每一类贺哲人都梦想着 能像传说中的木耳根一样 骑着神鹰飞过千万条江河 千万重青山 把祖先的故事到处传唱 英雄的性格也伴随着伊马勘的传唱 融入到了每一位贺哲人的血液里 遇见地板头 你个人的故事 不得伊马勘 伊马勘在贺哲族的这个精神生活当中 占有重要的作用 他不单单是在讲唱一个故事 同时他通过这个讲唱故事 要表达对天神 对自然 对祖先的敬畏 告诉他的孩子们 在贺哲人千百年的生活当中 他们的英雄是贺哲人生活的一个引领 那么也就是要告诉孩子们 要敢于去面对自然 要敢于担当 敢于有一种团结合作的精神 在历史上 贺哲族一直过着夏天江上捕鱼 冬天上山围猎的生活 接近口村的男人们 从小就跟随父辈学习生存的本领 按照祖先的传统 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挨动 受恶 身陷险境 都是常有的事 这些独特的成长经历和考验 让他们逐渐养成了自强的性格 冬天的山林 气温有时会降到零下四十几度 贺哲人就是在这片冰天雪地里 顽强地生存 他怎么动心呢 你说晚上睡觉怎么睡 在雪井上涂涂涂的雪 把那个抛皮扑上了 抛皮扑上了 这个背后就这么折过来 像马带似的 脚底去去 缝到这个地方 这 把两个脚一伸 就这边是两个大戚 是这边这么大下 这边大下 牙齿是这一小 就是为了吃嘛 为了活着 什么苦他也能吃 你不吃苦不行啊 你想吃完你就得吃苦 在贺哲族的伊玛堪里 吃苦受难 冰民险境时 就会得到神奇力量的帮助 神奇的力量 常常以女人的形象出现 化身为英雄的妻子 因此 在贺哲人看来 女孩子也要从小经受生活的磨练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出江捕鱼 是必须学习的技能 对接近口村的人来说 潜水潜滩捞小鱼 大江大河往大里 要想捞到大鱼 就必须到大江大河中 去迎接挑战 有一天 我父亲他出去打鱼去 完结是这个浪子太大了 完了就这么的话 就把这个船推到边上 完了就打烫着了 打烫着了 打了那么多的鱼 鱼也都让大浪冲跑了 完了网也都冲出去了 就是我一个叔叔 那小啊 完了他就一下子 就掉到那个坑里去了 把我父亲挤一点 接着就跟着就跳水去了 把这个海子就绕上来了 在接近口村 几乎每家每户 在出江捕鱼时 都曾有过这种危险的经历 在风口浪尖上讨生活 贺者人习惯了与渔船 与网为伴 在他们看来 只有下亢风浪 东冒严寒 才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 我们贺者就是鱼的生活 过去老祖宗的前一辈 都是这样的事儿的 又怕冷又怕啥的 你不去弄 你自己再饿死了 那就不对劲了吧 所以说就是这个 像我们父亲前辈这样的事儿 就非常的能吃苦 在这恶劣的情况下 他要去把这个鱼钓拿回来 叫我们这老的少爷 就是爱吃这宝宝的 当地渔民常说 三江有吃不进的鱼 有穿不进的鱼皮衣 与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同的是 贺者人生活的区域 没有棉花 不养丧残 但是 他们凭借着智慧和巧思 取材自然 用鱼皮 做成保暖的衣服 穿在身上 在贺者族的传统中 做鱼皮衣的过程 复杂而辛苦 虽然在今天 贺者人的日常生活中 鱼皮衣已经失去了 实用的价值 但是 作为一种民族文化 它仍然承载着贺者人 对过去的回忆 如今62岁的游文凤 从小跟随家中长辈 学习制作鱼皮衣 现在是鱼皮衣制作技艺的 国家级传承人 五十多年来 他坚守着这门古老的手艺 想让它留下来 传下去 这个咸的叫乌鲁 东边上山打猎穿 完了就是那个 嘎上乌鲁草 塞到这里头穿上 就可以上山打猎了 能帮暖吗 还有可热乎了 还有什么呀 还有这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做的 这个鱼皮裙 过期这就是 这个女人穿的 还有一点点味道了 有点 多少有点心味 鱼皮衣的味道 就是三姜的味道 是贺哲人熟悉 而又亲切的味道 包含着贺哲人 对家乡深厚的情谊 接近口村的人说 鱼儿是个宝 吃穿想他要 鱼皮衣 是来自祖先的智慧结晶 是穿在身上的 贺哲族历史 也是美化我们贺哲女人 这个也是吉祥的 在生产力 非常低下的情况下 能够在这种 这个环境中生存下来 顽强地跟大自然 进行抗争 或者是在抗争过程中 来适应自然 这就是贺哲族文化的 一种这个 自强不息的根脉 直到今天 在他们身上 依然能体验到 这种文化的存在 在贺哲人看来 英雄是遭遇野兽 毫不畏惧的猎手 是在风浪中 勇往直前的渔民 是出征战场 凯旋而归的人 传说中的满都末日根 就曾经骑着宝马 出征战场 奋勇杀敌 拯救了整个民族 这种英雄的精力和精神 激励着贺哲人 在面临外敌入侵时 出生入死 顽强抵抗 抗日战争期间 日军侵占贺哲人生活的大片土地 英勇的贺哲人 就在末日根精神的激励下 奋起反抗 这个资料是当时我们的一个赫兹族老人 在上次进行八十年代走访了当年参加过抗日的一些老人 他们口述用汉字记录下来 这个就讲的这个在西方刚上战斗中 这是合得如军队 英勇士分战 打仗打仗日本鬼子 数百人 英勇善战 对 其中就这个 这个当年是游山 游江脸的兄弟 就打仗打仗鬼子 禁百人 他们是猎人 这个当时在这个部队里边 老百姓说叫炮手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神像手 狙击手 所以是以他们为代表 激战三天三夜 对 这就应该就是在贺哲族当中 萧有善战的一个代表了 对对对对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这几本资料 上山两条板穿山越岭 下江三条板飘洋过海 贺哲人在家乡的山水之间 来去自如 抗日战争期间 贺哲人顽强抵抗 沉重地打击了进犯的日军 女人和孩子们架着小船 给抗连运送弹药 翻山越岭传递情报 十分勇敢 为了把贺哲人赶尽杀绝 日军强行把他们集中起来 分成几个部落 赶到离江边一百多公里的 沼泽地生活 企图用这种方法 让贺哲人无法生存 今年78岁的尤玉发 曾亲身经历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六岁那年 他就和父母一起 被赶到了沼泽地里 在那个山部落都住地银子 四家八家 五七六家里住个地银子 吃饭 日本人说他也不给你吃 最后一人还得四季醒着 晚上跑出来 跟山部落那么回来 回到江边 找亲亲朋友 这边要点粮食 要点什么 你得成薄米糠 要为猪的薄米糠 我们都要着 就是那么不死就不住了 由于缺医少药 由于发家三年里 就有五位亲人相继离世了 但是贺哲人 靠着顽强的意志力存活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 贺哲族人口从1700人 下降到不足300人 这个民族虽然人口不多 但是其实依靠着这样的 自强不息的精神 他们有个强大的受益力 是 应该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 在抗战中 贺哲族人应该是做出了 最大的民族事件 抗日战争期间 涌现出了很多 奋勇杀敌的贺哲人 他们的故事 也被编成了伊玛刊 成为了民族的末日根 名声响彻三江山林 在中国人看来 在抵御外勤 保家卫国的战争中 不怕牺牲 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 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战争结束后 贺哲人回到了祖先们 世代生存的江边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村民们纷纷住进了 新建的贺哲族特色民居 过上了定居的生活 我们国家实行了 非常优惠的民族政策 鼓励贺哲族人口发展 那么在贺哲族的婚姻当中 如果双方都是贺哲族 或者是说 有一方是贺哲族的话 也鼓励他们生二胎 所以这种政策 给贺哲族的人口发展 经济发展 以至于文化的传承 带来了非常好的条件 有了政策的支持 再加上接近口存 稳定的生活保障 为贺哲人的发展 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古老的传统得以恢复 按照贺哲人的习惯 熬过艰难岁月的 妇女和儿童 得到了最大的关怀和照顾 尤为重要的是 贺哲人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使得他们更加重视 延续民族的血脉 如今贺哲族的人口 增长到四千六百多人 对于他们来说 出江捕鱼 是世代传承下来的 难以改变的生活习惯 新时代的济江仪式 仍然在萨安法师的带领下 按照传统的程序进行着 人们虔诚而恭敬 感谢天地与江神 为他们带来丰美的实力 这种古老的仪式 也传承着贺哲人 对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 今年四十九岁的傅铁钢 是街金口村有名的鱼把式 平时不善言辞的他 只要来到江上 就立刻活跃起来 至今他还记得三十多年前 和父亲一起捕鱼的日子 一次我不愿意来 我爸说来吧 跟他打一天 看来一往下 还有那鱼 得打个三十条吧 打到碗上了 他人想吃啥 我说我想吃这么大了 小豪鱼糕吧 得有十六多劲 那时候还愿意吃鱼 还愿意在这个江里玩 炒得敞了 可好了 撒网 收网 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 贺哲人熟练而喜悦地 收获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常年开船的渔民们 常常迎着江上吹来的风 看着波涛翻卷的江水 获得轻松和快乐 风景来雨里去的还挺得劲 一会儿啥发现事了 开船出来打鱼 那些发现事全都忘了 打完鱼回来几个川摘息 喝喝酒 谈谈怎么开的网 打多些鱼 那会儿 洗得老了 酥畅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捕鱼归来 一壶老景 让几个渔民聚在一起 大家端起碗来 吃着刚捕上来的鱼 间心里有几分豪迈 浓浓的香情 在小渔船上弥漫开来 来 吃一个 尽管岑中军有些怀念祖辈们的渔猎传统 但是定居的生活 使他和村里的其他贺者人一样 得到了新的机会 他承包了一块土地 学着种植黄豆变成一个农民 那时候种了不到一百场地 一开始不懂 比如说种完了 人家去看 人家打上药了之后 地里可干净了 咱也去打了 可能打晚了就慌 一开始指定是不懂 曾经在风浪中行船的捕鱼好手 在社会发展中遇到了新的难题 伊马滩中的英雄教会了他们 要向风衣足使 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连锄头都不会用的 曾中军 从使用农具开始学起 拿灌了于网于擦的手 刚拿起锄头的时候非常笨拙 曾中军从没气味 反复练习 不到一年 他的双手就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锄头也坏了十几把 凭借着这股子探索的尽头 曾中军不仅熟练掌握了 翻地离地的窍门 还摸索出了一套省时省力的播种方法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打鱼 也是生下来不会 也得靠一点点学 只要种地 我现在只要有信心 一定也能种好 慢慢就明白了吧 就是一点点的 靠学习 跟着人家学吧 也是不容易 从不容易一点点走出来的 嗯 我觉得这份不容易 也是跟贺证人 这骨子里的这个 不服输有关吧 对 有一种坚人不屈的干劲 只要付出的辛苦 要么就能有回报 掌握了方法的曾中军 逐步扩大了自己的承包面积 他承包的土地 从颗粒无收 增长到亩产近千斤 他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重粮高手 终于从黑土地里捧出了金娃娃 今年收成怎么样 三千多亩地 毛收入能达到二百万 去到费用啥的 能挣到八九十万 对 今年也是个大丰收 对 今年是个大丰收 如今 在街金口村 像陈中军一样 从猎人 渔民 转向农业生产的贺证人 有二百多位 他们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收获着丰收与喜悦 随着乌苏里传歌的传唱 街金口村 这个中俄边境线上的小村庄 也越来越成为海面外游客 向往的地方 村里建起了博物馆 展示赫哲族悠久的传统 被列入国家级飞移项目的鱼皮衣制作记忆 和伊马堪 成为了吸引游客的亮点 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每天来到街金口村的游客 能达到两三千人 他们对于贺诺族的传统习俗 和日常生活很感兴趣 这也让生活在小村庄里的贺诺人 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充满了自信 游秀云七年前从游局退休 回到了家乡居住 当时村里的博物馆刚刚建成 需要讲解员 虽然游秀云干了大半辈子的 油店工作 从没接触过导游这个行业 但是游秀云觉得自己熟悉家乡 就试着报了名 因为我一小就是这儿长的 土生土长的人 整个展览馆 我自己写的一套导游词 我怎么想把我的民族文化 让游客喜欢 而且能把我们贺诺人的这些 淳朴的东西讲出来 让游客能听得进去 俗话说 年过半百不学艺 当时已年近花甲的游秀云 学习非常吃力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贺哲族的文化 她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 对于家乡文化的热爱 让游秀云终于成为了一名受人欢迎的导游 而她也在这个过程中 对贺哲族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我现在感觉挺自豪的 比如说和这老祖宗创造这个日子 还有这个鱼皮衣 我们人那么少的人 我们民族就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东西 所以说我特别自豪 我为我们老祖宗都自豪 我一定要把我们民族文化好好地讲下去 而且让更多的中外游客更了解贺哲族民族文化 一马堪家里一个 一马堪家里 清亮而又缭绕的一马堪 唱出了贺哲人的自尊 也唱出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随着生活内容的变化 村里会说唱一马堪的人越来越少了 为了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在街金口村有很多老村民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 村里建起了一马堪传奇所 教年轻一代学唱一马堪 文化是定位 就是你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之所以他有文化 就是他可以给自己定位 认识自己是谁 我能站到那儿 那么他可以知道就往哪儿走了 那么贺哲族他就有这种精神在 自强不息他就在这儿 夜幕低垂 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围坐在江边 点起了篝火 烤起了贺哲族的传统美食 塔拉哈 千百年来 在一马堪一阳顿挫的曲调中 白山黑水间的贺哲人 延续着祖先的智慧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古老的贺哲族文化 在新的时代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演唱歌 演唱 管 treffen 《语言或自弋 healthy》 演唱 管 مسği 演唱 不 katko 演唱 管整些的人 演唱 管制唱 管制 align 演唱 管制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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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没 burned 星上那里炊烟 月月轻轻的呼唤 还那么温暖 香愁是 故乡门前的那条小河 活动乱条的童年 在心中撒花 香愁是 老家书关上那只鸟窝 随随念念的梦里 总能浮华春天 起初香愁 只有一轮明月 你就记住了 梦哪来源 记住香愁 只有一声情欢 你就活动了 思念的心弦 想愁是 抓不住 回不去 从前 忘了告别的边迁 像风转断了线 想愁是 剪不断 离海乱的怀念 常在歌里 醉在酒里 越酒越浓烈 中文看到的 这种圆领 作词